八百塊錢不挑食 老闆上啥啥吃啥 咱們今天來到桃園吃一間牛家莊 重要的是我們要來吃個牛肉火鍋 看看在現在這個世道 八百塊錢還能吃到什麼玩意 讓我們一起進去吃吃看 GO 老魚牛家莊 其他店裡面不大塊 原體溫馨乾乾淨淨的 我們請老闆幫我們點菜好不好 老闆 能不能今天八百塊九百塊 麻煩你幫我們點菜 兩個人吃飽就好了好不好 隨便去點什麼 就麻煩你了 好不好 來來謝謝 老闆謝謝 那我們去做 因為我們特別早來 所以我們是第一桌客人 大家看他這邊沒有白飯 所以上的是一塊麵條 我剛剛看了一下他的那個 這個價格大概是二十塊 點麵條當主食 就有多 我們最常吃的現在吃豆皮 這是炸火 再來你看他的凍豆腐 跟一般凍豆腐不一樣 特別小塊 而且還冰凍的很徹底 不錯 這個大概六十 這個也六十 加起來一百二塊 好像還挺實惠的 哇上來了 很有特色 好大鍋喔 用鐵盆子裝的 這好像跟我們小時候吃東西很像 他的碗也是這種不鏽鋼碗 超酷 我們來看看湯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番茄牛肉湯底的 感覺比較清爽 高麗菜有了 牛肉還不少欸 好香喔 牛肉的味道 對啊 我早上是牛奶 這不少 有沒有 隨便撈都是 有牛肚 然後 白豆腐 難怪老闆一直跟我們說 白豆腐不用再挺 好多牛肉 哇 其實吃這一鍋 我們兩個人就飽了嘛 嗯 有沒有 不錯不錯 不錯 不錯 這個好多牛肉 其實他的湯沒有看起來 聞起來那麼容易 還是有點清淡 但是喝起來啊 味道很足 還有一點沙茶的味道 很香 清淡當中 透著牛肉和蔬菜的香味 這一吃就知道 不是用粉調出來 在那個百明火鍋的湯頭 有顯著的柴 不錯 我來柴一塊牛肉 老不然再喝一塊 好 還有 這個母肉量很多啊 這個 這個鍋的一個 拍拍拍拍 嗯 嗯 因為他的菸一直往我這裡飄 好像神仙喔 這應該是牛腩 啊 還有鳥勁 它這個又有點爛 牛肉味很重 唉唷這好吃耶 這牛肉湯不錯 我覺得如果大家來吃啊 一開始先喝它兩碗清湯 不要加任何東西 牛肉湯 口粒菜 現在口粒菜去做一顆兩三百塊 應該是大白菜 這是大白菜嗎 嗯 豆腐喔 咱們都先不摘啊 嚐嚐看 嗯 大白菜吸滿了牛肉的湯汁 很鮮甜耶 其實豆腐我覺得切這一口大小剛好 好久沒吃了 我心情特好 牛肉 還沒煮透 還可以再煮一下 不錯 這個真好吃 咱們來下一下吧 豆肉 超多 嗯 蠻多的 其實兩個人份量這樣蠻多的 這應該吃完我覺得 應該可以打包帶走 豆腐也通通給它下 不好剝啊 給大家看 它真的是一個人也不來 它這裡還有沾的醬料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小時候吃的 鮮醇裡面用的最簡單的 辣椒醬油 辣椒醬油 最單純的美味 加一個豆腐 沾這個就喝 哇 滿滿的牛肉 超多超多 哭啊 你看 真的是沙茶的味道 不過滿清淡的 味道還不錯 不要太濃 太濃的吃了會膩 對 像沙茶牛肉鍋 可是又沒有那麼濃郁的沙茶味 對 而且還有我覺得它那個蔬菜分量很多 所以湯喝起來是甜 好喝 嗯 牛肉有點筋 嗯 帶筋的 這樣子比較好吃 有滷過 有滷過 有滷味 因為如果來上這麼大一盆啊 會感覺就很好吃 這是炸過的薄的豆皮 然後這個沾的是那個豆腐牛肉 這樣就有姜母鴨的味道 嗯 我覺得豆皮真的 就是QQ的 越涼越少 我再看一下 我覺得什麼撈都是牛肉 而且我們這個是兩盆份 超多 都是牛肉 還有牛肚 你看 很誇張 今天真的又要吃不完 到這時候 真的 麵條還在這邊 我覺得麵條不用煮了 因為根本吃了 哇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番茄 你看喔 現在番茄超貴的 而且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只要去吃火鍋 湯裡面只要有番茄 那個湯喝起來就超級鮮 為什麼 因為番茄裡頭就是那個 番茄裡面有含有高量的福安酸 加上鹽巴之後 其實出來的就是福安酸 那就是味精的成分 超鮮的 就是不會說 但是就是那個味道 哈哈 這樣牛肉果然很好吃 它越煮越軟 而且味道越來越進去 嗯 有沒有這樣變 鮪魚肉肉變更好吃 原本是很有嚼勁 現在變很軟了 不同的口感 豆皮 我要透光欸 哈哈 這個要這樣吃 嗯 豆腐乳 嗯 直接夾一塊在上面 很好吃對不對 超好吃的 這就是我們小時候 眷村的味道 眷村窮以前 一塊豆腐乳 要拔好幾碗半了 嗯 白飯西飯都是一塊豆腐乳 嗯 這味道真的很窮 真的啊 它就很像那個豆腐乳放在西飯上面這樣 那種味道對不對 而且這個豆皮很Q啊 好好吃喔 一點那個油耗味都沒有 嗯 八百塊錢不挑食 吃不完都只走 咱們今天又吃不完準備都只走啦 兩個人吃飽飽 不過我老婆是小鳥味不算 我吃飽飽 你看還有多少肉 超多啊 嗯 超多 我看網路上很多好朋友都說 這個吃不完就打包回去 煮麵條吃 特別好吃 你看這量 隨便比外面的小火鍋都多啊 老婆 嗯 今天這一餐 你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地方 嗯 我覺得 豆皮 豆皮 我覺得 我以前好像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豆皮 它的豆皮真的很Q QQ彈彈 對 它這個湯汁更好吃 對 加那個豆腐乳 特好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牛肉 我已經很少看到現在有火鍋 它的牛肉是成塊的 對 大部分都是切片的 對 這個是塊狀的牛肉 而且有的有筋 吃起來真的好吃 原本就有點入味 煮到後來它的肉質會變得比較軟 然後味道變得更鮮嫩 我覺得這個牛肉還特地好吃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牛肉量真的很多 嗯 我以前聽朋友講 我就想怎麼可能會吃不完 怎麼可能會吃不完 嘿還真的吃不完可以打包帶重 如果你喜歡吃肉的 我覺得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看老闆給我們上了一個 麵條20塊 這家蒸汁膜完了 一樣一起打包帶重 愉快的一餐 如果來這裡 我個人建議 牛肉就先不要點 先吃它的 如果吃不夠再點 如果夠了 嘿其實就差不多了 豆皮一定要點一下 一大盤60塊 我覺得特別好吃 好嘞 張心飯談 今天都有CN4 我們就下回見囉 拜拜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消費了 鍋底兩份 600塊 麵一坨20 豆皮一碗 一盤60塊 凍豆腐一盤60塊 牛肚100塊 加起來一共870元 又發現一個特色 你看這種小店 它居然還有附牙線 這不是五星級半天才會附的嗎 很貼心 真的很貼心 老魚牛牙裝 店小小的 很多人來這裡拍過影片 好 Slap 還會照顧 就可以說 好 很貼心 好